震撼医界的新发现 让所有医师都瞪大了眼 三酸甘油脂的克星终于被揭晓 每天只要吃一次它 想让三酸甘油脂升高都比登天还难 这意味着你的血管将畅通无阻 一辈子远离三高 心肌梗塞和脑中风等致命威胁 对于无数受高血脂之苦的人而言 这无疑是个革命性的喜讯 听起来像奇迹吗 今天我们就来深入聊聊 这个令人惊艳的发现 首先我们要了解三酸甘油脂到底是什么 三酸甘油脂其实就是血液中的脂肪 是身体储存能量的一种方式 当我们吃进过多热量 特别是糖分和碳水化合物时 身体会把多余的热量转成三酸甘油脂 送进血液中或肝脏内储存起来 由于三酸甘油脂看不见摸不着 过高时也不会像高血压那样立刻有症状 所以它常被称为隐形杀手 很多人直到体检拿到报告 才发现自己的三酸甘油脂爆表 别小看这数值 血液中的脂肪一高 长期下来会严重伤害血管健康 高三酸甘油脂常常和我们熟知的 三高狼狈为奸 它不但会促进动脉周样硬化的形成 让血管壁堆满油脂斑块 血管就像嗅食的水管一样变狭窄脆弱 一旦其中某块油脂斑块破裂 血液中的凝血物质会迅速在伤口处形成血栓 把本就狭窄的血管完全毒死之之 这就是心肌梗塞或脑中风发生的瞬间 血脂过高的人得心梗和脑梗的风险飙升 因为脂肪沉积会导致冠状动脉堵塞 脑血管阻塞 此外 当三酸甘油脂极度飙高时 有些重症患者的素质甚至高出正常值好几倍 血液会变得浑浊如牛奶 严重时甚至会引发胰胀炎这种致命的急症 可以说 三酸甘油脂就像埋伏在血管中的不定时炸弹 一旦忽视 它可能在未来某天引爆带来致命后果 事实上 现代社会中 高三酸甘油脂的人数相当惊人 而且有年轻化的趋势 不少人外表看来并不胖 却因为爱吃甜食 喝含糖饮料或经常应酬喝酒 导致血液中的三酸甘油脂 长期居高不下 他们往往没有明显症状 因此缺乏警觉 像这样的隐性患者 一旦到了中年 可能突然就出现心血管方面的严重问题 举个例子 我有一位40多岁的朋友张先生 外表看起来身材匀秤 平时也没有什么不是 但在公司体检时 他的报告吓了大家一跳 三酸甘油脂素值 竟然接近正常上限的三倍 要不是体检发现 谁也不会想到 他血液里藏着这么多隐形的油 医生严肃地警告他 若不及时改善生活习惯 未来罹患心脏病 中风甚至急性胰胀炎的风险 都会大幅提高 像张先生这样的隐藏型高血脂患者 并不少见 这正是长期高糖高精致饮食 埋下的货根 既然三酸甘油脂这么危险 我们平常是怎么对付这个隐形杀手的呢 传统观念里 很多人以为 只要少吃肥肉 油炸食品 就能降低血脂 然而 事实没这么简单 你或许不知道 甜食和精致淀粉一样 会让三酸甘油脂 节节攀升 喝下一杯含糖饮料 吃下一盘白米饭 看似不油不腻 但体内的肝脏 可能正在将多余的糖分 转化为脂肪 为什么吃糖会变成脂肪呢 因为当血液中 葡萄糖过多时 身体为了储存能量 会启动脂肪合成的机制 把糖变成三酸甘油脂 纯净脂肪细胞 也就是说 过量的糖和淀粉 最终下场往往是变成脂肪 堆在肝脏和血管中 难怪有些甜食爱好者 明明很少吃肥肉 血脂却依然爆表 想象一下 你眼前有两碗饭 一碗是冒着热气的金白米饭 另一碗则是放凉后的糙米饭 吃下热腾腾的白饭 你的血糖仿佛坐上了云霄飞车 在短时间内飙升 血糖高起时 胰岛素大量分泌 身体忙不迭地把多余糖分 打包成三酸甘油脂 送进脂肪酷房 结果 血液中的脂肪越积越多 脂肪肝也悄然而生 反过来 若你吃的是放凉的糙米饭 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你的血糖上升的慢许多 胰岛素反应平稳 肝脏自然不需要拼命将糖分 转成脂肪囤积起来 长此以往 血管中的脂肪含量 就会明显下降 这并非魔法 奥秘就在于 凉糙米饭里 暗藏一项秘技 它含有一种特别的淀粉 其实 这个凉饭与热饭的例子 正反映出现代饮食 与传统饮食的巨大差异 过去的人们摄取的 多是粗粮杂粮 富含天然纤维和抗性淀粉 像番薯 芋头 糙米 炸豆 这些食物 虽然口感没那么细致 但能够减缓消化吸收 保护身体不囤积过多脂肪 相反地 现代饮食 充斥着精致白米 白面和高糖点心 导致我们错失了那些 隐形营养素的庇护 难怪如今三高症 脂肪肝这些富贵病如此普遍 当饮食变精细 纤维与抗性淀粉却严重不足时 脂肪就在我们的肝脏和血管中 无声地堆积起来 听到这里 你可能会好奇 抗性淀粉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存在 竟能被称为三酸甘油脂的克星呢 抗性淀粉并非什么昂贵药物 而是一种在不少天然食物中 都找得到的特殊淀粉 所谓抗性 指的是 它能够抗拒小肠的消化 就像膳食纤维一样 通过上段消化道而不被分解 简单来说 我们吃下抗性淀粉后 它不会像一般淀粉那样 迅速变成葡萄糖跑进血液 而是比较完整地一路抵达大肠 别小看这一路畅通无阻的旅程 抗性淀粉可是一路在憋大招呢 等它来到大肠 肠道里的好菌终于逮到机会 大块朵鱼地把抗性淀粉当美食吃了起来 这些肠道菌在发酵过程中 产生出对我们健康大有助益的物质 比如短链脂肪酸等 可以说 抗性淀粉一路隐忍 最后联合肠道义菌 一起对抗我们体内多余的脂肪和发炎反应 难怪被视为对付血脂的天然武器 最近发表的一项研究 正是让抗性淀粉一战成名的关键 2023年9月国际顶尖期刊 细胞代谢刊登的一篇轰动医学界的研究报告 研究人员招募了近200名患有脂肪肝的受试者 把它们分成两组 一组照常以一般精致淀粉当主食 另一组则将主食改为富含抗性淀粉的食物 结果短短4个月后 出乎所有人意料 摄取抗性淀粉组的受试者 肝脏内的脂肪显著下降 脂肪肝的严重程度指数从原本的24降到了13 改善将近4成 同时 它们血液中三酸甘油脂的浓度 也降低了接近40% 更让人惊喜的是 这群人的平均体重不用节食 也从83公斤降到了78公斤 轻松瘦了5公斤 反观持续吃精致淀粉的对照组 4个月下来脂肪肝几乎没有改善 体重也没有明显变化 这项发现震撼了所有专家 没想到只改变主食的种类 不用吃药 居然就能在短时间内达到如此惊人的降血脂与减脂效果 对于参与实验的人来说 这样的改变可不仅仅是数字上的进步 它们的腰围真的变细了 肚子变小了 精神状态也比以前好了 有的患者复查时 医生透过超音波发现他肝脏中白花花的脂肪明显消退 抽血报告显示 过去偏高的肝指数和血脂指标都降到了正常范围 仿佛短短几个月内 身体就被里里外外清洗了一遍 如此戏剧性的健康转变 让医护人员都感到震撼 原来饮食中一个看似不起眼的改变 竟然能带来这么大的效果 那么抗性淀粉究竟是透过哪些作用来扮演三酸甘油脂天敌的角色呢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它的威力 首先抗性淀粉能减缓血糖的上升 由于它不会被小肠迅速吸收分解 等于把餐后血糖峰值压低了 我们的肝脏就不会突然收到一大堆糖分 自然也就不需要把这些糖匆忙转化成脂肪囤积起来 换句话说 抗性淀粉为身体踩了一脚刹车 避免血糖飙高时溢出变成脂肪 每天饭后血糖反应的降低 长期累积下来 就会让血液中的三酸甘油脂浓度跟着下降 这是抗性淀粉降血脂的第一招 从源头减少脂肪的生成 第二 抗性淀粉改善了肠道环境 减轻发炎与肝脏脂肪累积 当抗性淀粉在大肠发酵时 肠道益生菌会产生短链脂肪酸 例如丁酸、饼酸等 这些物质有助于修复肠道粘膜 降低肠道慢性发炎 甚至透过肠肝轴传递讯息 让肝脏降低对脂肪囤积的倾向 想象一下 原本肠道里坏菌猖獗 犹如杂草重生 当抗性淀粉来到 大批好菌得到营养滋养 迅速繁茂起来 就像花草夺回了土地 把杂草挤得到处生不了根 随着肠道生态变好了 传递到全身的发炎讯号 也就大大降低 研究也发现 使用抗性淀粉的人体内的发炎指标 有所下降 慢性发炎的下降 意味着身体处于更健康的状态 肝脏比较不容易变成脂肪仓库 一旦肝脏的脂肪负担减轻 释放到血液里的三酸甘油脂 当然也会跟着减少 第三 抗性淀粉增加饱足感 并降低实际摄取热量 这点非常有趣 抗性淀粉本质上是一种 不能被完全吸收的淀粉 等于食物中有一部分热量 我们利用不上 摄取的有效热量就降低了 更妙的是 抗性淀粉丰富的食物 通常需要更多时间 咀嚼与消化 例如糙米 豆类 地瓜等都比白饭白面包 更耐嚼且消化慢 这会给人强烈的饱腹感 不容易一下子吃过量 进入消化道之后 抗性淀粉吸水膨胀 延缓胃排空速度 你会感到更长时间的饱足 不容易肚子饿 结果就是 你自然而然减少 总热量的摄入 前面提到的研究中 抗性淀粉组的受试者 平均体重减轻了几公斤 就是因为长期下来 每天少吸收了一些热量 又不容易饿 减肥似乎变得轻而易举 体重下降本身也会带来 三酸甘油脂的进一步降低 可谓双管齐下 透过以上三大机制 抗性淀粉全面出击 难怪医学专家们 把它视作三酸甘油脂的天然克星 值得一提的是 除了上述的研究 近年还有多项实验 陆续印证了抗性淀粉的威力 举例来说 有临床试验发现 每天只要用饮食中 约5%的抗性淀粉 去替换掉精致淀粉 持续几周后 受试者的体重和体脂肪 都有明显下降 胰岛素敏感性也获得提升 另一些研究指出 抗性淀粉可以降低 体内的发炎指标 甚至在动物实验中 展现出预防大肠癌的潜在功效 种种科学发现 都在传达一个讯息 抗性淀粉 不仅对降低三酸甘油脂有帮助 更对整体代谢健康 有着全方位的正面影响 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如何把这位雪之客星请上餐桌 每天吃上一点呢 其实方法一点也不难 关键在于用富含抗性淀粉的食材 替换掉精致淀粉 将白米换成糙米或胚芽米 甚至可以在煮熟后 先冷藏再吃 都是不错的选择 这是因为米饭在冷却过程中 会产生回升作用 部分淀粉重新结晶变硬 不容易被消化酶分解 抗性淀粉比例因而提高 同样地 把金白面条改成全麦面条或荞麦面 也能增加抗性淀粉的摄取量 早餐时则不妨来一碗隔夜冷藏的燕麦粥 取代精致穀物麦片 加上一些坚果和水果 既健康又有饱足感 利用薯类和杂粮替代部分主食 也是妙招之一 地瓜、南瓜、芋头等根筋类本身富含抗性淀粉 蒸熟后香甜可口 又能稳定血糖 玉米、薏仁、燕麦等全骨杂粮 也同样拥有丰富的抗性淀粉和纤维 平时煮饭时 可以抓一把燕麦或薏仁与白米同煮成杂粮饭 让每日煮食更营养 豆类食品更是酱子饮食中的明星 红豆、绿豆、黑豆、扁豆、鹰嘴豆 这些豆子都含有大量抗性淀粉 含优质蛋白 不管是煮一锅红豆汤当甜点 还是用豆子炖汤、煮咖哩 都非常美味又健康 每周吃上几次豆类 不仅有助于降低三酸甘油脂 还能稳定血糖 并提供身体所需的矿物质 在水果方面 也可以挑选某些种类来补充抗性淀粉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香蕉 香蕉愈清色 抗性淀粉含量愈高 虽然没熟透的香蕉口感较硬色 但您可以把它和牛奶、优格 以及其他水果一起打成果析 风味滑顺、营养丰富 如果实在无法从食物中 摄取足够的抗性淀粉 市面上也有相关的营养补充品 可供选择 举例而言 一些营养粉末主打抗性玉米淀粉 可以搅拌入豆浆、牛奶或烘焙面糊中 帮助增加膳食中的抗性淀粉含量 不过 一般建议还是以天然食物为主 这样 除了抗性淀粉之外 还能摄取到各种维生素和植物营养素 对健康最有益 简单来说 只要遵循粗 代替细粮 冷饭、优于热饭 多吃豆类和高鲜蔬果的原则 你每天都可以轻松摄取到足量的抗性淀粉 许多聪明的人早已开始这样吃 体检报告上 他们的血管干净 得就像婴儿一般 根据营养学建议 成人每天至少应摄取25克以上的膳食纤维 然而现代人平均摄取量往往不足建议的一半 抗性淀粉其实也属于膳食纤维的一种 透过增加抗性淀粉的摄入 我们等于顺势提升了每日总纤维量 长期下来对体重和代谢健康都有正面影响 不过在增加抗性淀粉摄取时 有几点小提醒 第一 循序渐进 让肠胃适应 由于抗性淀粉属于膳食纤维的一种 不然吃太多 可能让肠道抑菌一时高性过头 产生过多气体 导致你觉得脏气 甚至排气增多 因此建议逐步增加摄入量 让肠道环境慢慢调适 第二 取代而非额外添加 也就是说 要用抗性淀粉食物 去替换原本精致淀粉的份量 而不是在原本饭量之外 又额外多吃一堆粗纤维食物 毕竟碳水化合物总量过多 哪怕部分是抗性淀粉 热量累积起来 也可能让体重上升 只有以抗性淀粉取代 等热量的精致淀粉 才能真正达到减少脂肪合成 控制体重的效果 第三 掌握正确的烹调方法 某些食物要尽量保留抗性淀粉 得掌握烹调与冷却的技巧 例如马铃薯 地瓜煮熟后放凉再吃 抗性淀粉含量更高 煮饭时水不要加太多 米饭煮熟后冷却再回锅加热 抗性淀粉比例也会提升 相反 如果把富含抗性淀粉的食物 煮得烂糊糊 反而会破坏其中的抗性淀粉 所以建议采用真或高温快煮的方式 既保留营养又提高抗性淀粉含量 掌握这些诀窍 才能充分发挥抗性淀粉的功效 同时避免因处理不当 而摄取不到应有的好处 将抗性淀粉融入每天的饮食 不只是为了降低三酸甘油脂 还对整体健康有多重帮助 它能稳定血糖 降低第二型糖尿病的风险 对于已经有血糖偏高 或胰岛素阻抗的人来说 抗性淀粉更是饮食中的一大利器 可帮助餐后血糖保持平稳 它还可以减少内脏脂肪囤积 逐渐逆转脂肪肝的进展 还有研究显示 抗性淀粉有助提高 好 胆固醇的水平 并减少坏胆固醇的氧化 对心血管健康非常有利 如此一来 三高之中有两项 高血脂和高血糖都能被这一招同时牵制住 回顾以往 医师们在面对高三酸甘油脂患者时 通常会建议他们调整生活形态 比如控制饮食 加强运动 必要时还会使用药物治疗 例如服用降血制的处方药 或高浓度鱼油等 但许多患者节食运动 往往无法长期坚持 而药物可能带来副作用 或需长期服用 如今有了抗性淀粉这个方法 就等于多了一种天然 安全又有效的选项 我们只要从日常饮食下手 就有机会达到过去 得靠药物才能实现的降脂效果 这对患者和医疗界而言 都是令人振奋的突破 事实证明 要对抗像三酸甘油脂这样的健康隐患 有时并不需要昂贵的特效药 也不一定要忍肌癌饿 缔结时减肥 我们所要做的只是回归更天然均衡的饮食 例如上述的抗性淀粉策略 就是一个让我们可以吃得饱又吃得巧的方法 与其每天忧心忡忡的数着卡路里 或依赖药物来控制血脂 不如从调整碗里的主食开始 给自己的身体一次自然的改造机会 现在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从今天开始 不妨也为自己每天的餐盘升级 用抗性淀粉丰富的食物 替代一部分精致主食 让这位三酸甘油脂的克星 帮你守护血管 把隐形杀手拒于千里之外 只要日积月累的养成这个好习惯 维持正常的血脂就不再是难事 长久下来 你的心脏会更强健 血管会更年轻 大脑也会因畅通的宫血而受惠 一辈子远离山高 心梗 脑梗 不再只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参操 它可以从每天的一碗饭做起 为了自己的健康 让我们善用这项震撼医界的新知 把三酸甘油脂牢牢踩在脚下 迎向长久而踏实的健康人生